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鑫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房價還有預售屋 台南市不動產 估價施工會統整了2022年全國各縣市的 城屋還有預售屋的價格概況 馬上來看最新的統計數據 房市有出現預售屋比城屋便宜的房價倒掛區域 同時也存在預售屋比城屋貴超過一倍的區域 根據統計全國共有17區的預售屋比城屋貴了一倍 其中新竹縣就有兩區鹿榜 另外高雄市的延城區也價差高達11% 若以七都觀察 可發現新北市三支區的城屋每平均價來到11.28萬元 但預售屋每平均價飆上30.18萬元 價差高達了167.5% 新竹縣寶山鄉的城屋均價 每平是17.52萬元 預售屋每平35.62萬元 價差高達了103.3% 高雄市有多區域入榜 包括旗山區價差高達151.2% 延城區價差141.5% 美濃區價差113.7% 岡山區價差110.2% 湖內區價差102.5% 其中延城區預售屋每平均價是45.86萬元 乘屋每平18.99萬元 主因就是由指標案出現後成功拉抬創架 全球巨不動產情報市總監陳炳城指出 剛剛提到的區域多不是屬於房市熱區 容易受到個別推案價碼影響 造成與在地城屋的水位落差 而有些新案感開高價則在於看準後況 資產實力雄厚的建商更能支撐住這段時間的冷氣團 並左眼未來推案地段房價水位的走升 只是陳炳城認為現況不論是當地中古屋或是預售新屋 都沒有走高空間 中古屋可能會較有價格的很溫性 畢竟製住屋主較沒有太大的成本壓力 房貸也有變通的方式 預售屋新屋雖然得看建商的態度 但確實也有不二價鬆動或贈品換折價的另類降價情形 預售屋陳屋兩者價差應該會逐步趨近在平均水位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精選新聞 首先來看到住貫大房子的民眾普遍不會想要住大樓或是小宅物件 比較會購買透天錯 但有民眾發現透天的貸款程數銀行最高只能貸到六成 讓他開始好奇透天錯是不是比較難貸 對此全球屋不動產情報市總監稱名稱不會延 貸款條件上有條件大多是因為物件狀態 與生代人的信用狀況不佳 反之要是坐落地點加烏林青社區名氣好買方台物件權 即便是小套房都有可能帶到八成 而台灣現況房價高漲 假若大坪數透天產品還能低價取得烏況可想而知 經濟驟變接連打草房還有生息房是不單住宅的買氣熄火 就連商用不動產也跟著降溫 高利國際指出過去三年建商因為低利資金取得容易 全台列地補足商辦土地庫存 但隨著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企業客戶擴張保守 產業對於辦公室的需求也走向精緻且客製化 商辦及廠辦的買盤明顯由大火熱炒轉為小火慢炒 截至今年目前為止成交量相較去年及前年同期大降了六成 未來建商可能因買氣出現斷層 需透過長期租賃的模式消化手中超量的商辦及廠辦推案 高利國際董事總經理劉學龍指出 目前業界普遍認為北市未來五年將出現100萬坪 甚至120萬坪的超大量商辦及廠辦供給 但供給量大並非最大的挑戰 如何順利消化才是難題 最後來看到高速興風社區活動中心的最新動態 為了打造好山好水的幸福社區照顧處所 屏東縣政府21日在高速鄉興風社區 舉辦了興風社區活動中心興建工程動圖典禮 未來提供社區長輩在地性與便利性的社區照顧服務 縣服團隊持續連結資源 逐步打造多世代的全人照顧入網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有網友提問到了 新成物入住之後需要打電話去通電通沒嗎 還是可以直接使用 有網友回應若是用天然氣要先將熱水器或瓦斯爐裝好 再去申請 掛錶通氣水電已經有了記得去過戶就可以 也有網友回覆有掛錶開總開關就可以使用了 過戶時水電錶都一起過戶基本費就是屋主角 以上就是今天的報報內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次再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本校專門介紹 下集再見 怎樣 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